大家好,咱们看一到 体高组的体,动物园 请这边动物园 它有一本 饲养指南 动物世界里存在2K种 这个2的几次方 对吧 他们被编号为0-2K-1 总是2K种 然后这个N种对吧 N肯定是小于等于2K 第1种动物的编号是AI 这只动物,接下来是邀请物 如果D PJ为1,则必须购买D KINGJ种 饲料 饲料共有C种 从1到C编号 然后动物编号的二性 是表示为一个K位 01寸 假如说一个动物是 6号 对吧 6号呢 他就是 然后如果K等于3的话 就是110 如果K等于4 就是0110 如果K等于5 就是00110 D0位是最低的 DK型位是最高位 行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Ai 他要购买飼料 清单是一个C位01寸 DI位 唯一的时候 表示要购买Di种飼料 尾林的时候 不需要购买Di种飼料 行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输入样例 跟输入格式 这边N是代表动物的数量 N在这边3只动物对吧 然后那个他对应的是3个 这里有第二行字AI 表示他的编号 上面应该说了 第一次动物的编号是一号 第二次动物的编号不是二号 而是四号 第三次动物的编号是六号 没有按顺序 接下来第二个人们表示什么呢 表示要求的 总共有几条要求 然后三条要求在这里 三条要求 03代表什么意思呢 看这里 PIQI上面已经写了 P就是说 如果某种动物 第P位唯一 则必须购买第Q种饲料 比如说某种动物第零位唯一 那咱们看这里 这里这三只动物 你看这个是一号动物 它的第零位就是唯一 所以它必须购买第三种饲料 那这里二的话 买第四种跟第五种 第二为唯一 无论是四还是六 四的话是11100 六的话是110 那无论是四还是六都 第二为唯一 所以那个第四种饲料跟第五种饲料必须买 那加起来这里 它需要买三四五对吧 三四五种饲料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里 还有一个C呢 C代表什么意思呢 C代表是 C代表这个是无对吧 它总共应该是代表有无准饲料 对吧 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k k代表什么呢 k代表 总共有k尾 四位 那它这里第一 一号的一号动物的话 它的编号是 0001对吧 四位数 四号的话应该是0100 六号就是 就是多少呢 六号是 不四号是0100 六号就是 0110 那咱们把这个写出来 四号 一号是吧 0001 四号是 0001100 六号是 0110 那第零尾这里有对吧 第二尾这里 这里也有对吧 这这对吧 所以它要买 345 那咱们看看 这里面 它的编号 动物的编号 题目说了 是从0到15对吧 0到2的44分减1 0到15 它总共有这么多动物 0到2的44分减1 就写0到15种对吧 它每一位动物编号都是四位数 那这里 往这里 除了这三支 你看看 这有123 这三支外 16这16种动物 16种动物 还可以再添加几种进去 它的饲料数量不会增加 饲料只会运到345是吧 其实那咱们看 我又是那个二号 你一号在这里 那我要是添加零号呢 0000 这里你看它是没有1的 没有1的话 说明它不需要添加16 460000没问题对吧 那这个一号在这里已经有了 那如果是二号呢 我写到另一边 咱们如果添加的 这三个是本来就有的对吧 那我添加添加的写到右边 46 3 4 5 金 这个0000没有位置51的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 那我00002呢 00102就是10对吧 看他这个第一位第一位 唯一是吧 那咱们看这里 这里没有要求第一位 是吧 专门说第一位唯一不要紧 他不需要购买新的饲料 对吧 咱们这里再看一下题目 饲料清单没有变化 就是说你第一位 这个买了这个的话 因为第一位这里没有要求 他的饲料清单不会增加 他没有变化 就是说不会增加 对吧 今天这个没问题 这是二号 那三号呢 0011 看一的话是需要 第零尾是需要第三种饲料 对吧 他已经有了 然后这一位是不需要购买新的饲料 所以如果咱们养了三号动物的话 不会增加饲料的种类 对吧 新单不会变化 前四的话已经有了 5 5是0101 0101的话 咱们看这里 这边他他这里说明他需要四号跟五号饲料 那这这边已经有了 对吧 本来就已经买了 这个 1的话说明他需要三号饲料 那也已经有了 他不会不需要再购买新的饲料 对吧 所以饲料清单不会变化 这是5 6 6已经有了7 接下来后面后面都都可以看看 111是吧 第零尾跟第二尾需要购买三四五种饲料 然后第一尾唯一 虽然唯一但是他不需要购买四六 所以这个也可以 这是7 那8是1000 1000 你看 这都是零不需要 对吧 那这个一可能需要 但是这里面没有要求 所以你看 咱们看到这里就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 如果有某一位的话 这里面没有出现的话 那就比如说这一位加起来 你你的编号包含这一位对吧 对答案没有影响 对购买清单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咱们这里有两位是可以添加的第一位 是吧 一 问号 一问号 如果这种的话是不会 不会增加那个四六清单 对吧 那这里一问号一问号 然后这里这里两个因为是一对吧 他本来就 本来是这三个数里面包含的是 这两个一 那这两个一加起来也不会 增加四六清单 专面这四位 四位那个无论 四位如果都 某学位都是一的话 那是不会增加四六清单 零九更加不用考虑了 零九不要购买新的饲料 对吧 说明这四位都可以 四位的话有16种 对吧 总共可以养16种 那四六 那四六总数只会用到三四五 不需要增加新的饲料 那16种那有三种已经有了 所以要先去三 对吧 所以这等于答案 这等于十三 咱们再往这里看历史 这四十八对吧 九的话 一零零零 这个第零位是需要饲料的 需要三号饲料 对吧 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再两个零 那就说明他不需要饲料 那这个是一的话 他可能需要饲料 但是这里面没有列出 他就说他不会也不需要 对吧 这九十的话 只1010对吧 1010 按照这个推动 肯定是不需要购买新的饲料 咱们来分析一下 这两位是零不需要 对吧 一的话这里没有也不需要 那这个一也没有 所以也不需要 是吧 最后再再看一个 这个是十号 十一号应该是1011对吧 请1011的话 1011 这个第零位是需要买三号饲料 题目中已经买了 对吧 这三只已经买了 然后这个第二位是那个不需要 其实需要也没关系 他这里有 但是他根本就不需要 对吧 是零对吧 那第一位的话 这边 你看这里没有说明咱们 那个不需要 不需要买新的饲料 那同样道理第三位也不需要买 这个也可以 对吧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规律 看如果这里面你某一位是吧 咱们可以从二进制的角度 二进制位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 长这样 01011010对吧 那 假如说这个零的话 那就不用看了 肯定是不需要增加新的饲料 如果是一 一的话 怎么走会尾零呢 就是说你 你这边没有出现的 这个零跟二对吧 第零位 第二位 第零位第二位 只有第零位第二位 那应该长这样 一问号 一对吧 然后问号 假如说有k位的话 是吧 如果这些问号 这些问号 别是都可以的 因为他没有 他总共只有零位跟第二位 那个购买 饲料 对吧 所以问号 无论是零还是一 都 添下去都没问题 那如果这两个一的话 咱们看 如果一只 这是一只动物 那是这两个包含是一的话 那显然他是需要饲料的 对吧 但是他已经有了 所以不不就增加新的饲料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推导出两种 第一种是 那个第零位对吧 第零位 不需要饲料 其实不包含在这里 如果这种的话是可以添加进去的 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 第零位需要饲料 对吧 需要饲料 但是 但是这里面已经有了 对吧 这里面已经 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 也不需要增加那个 需要 但已经 但已经有了 对吧 已经他这个 被一四流 这个被一四流给包含了 就是动物编号 已经已经包含了你这位 对吧 这样动物编号里有 对吧 行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根据这个来看一下 第一 第二个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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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咱们看这里 他这个三的话 中文有三位对吧 一就是这个第一位是代表 而一二 这两 第一行代表有两只动物 一个是三位 001 一个是010 这两只动物 对吧 那三位的话 他应该 有八 总共有八只对吧 最多增加 不会不会超过那个 八仙二 已经有了两只 对吧 因为总共有三位 那这个答案 不会超过六 行 那咱们看 一二已经有了 对吧 那如果是 看 那他在他在这里是一跟二 有第一位跟第二位 如果包含第一位跟第二位是吧 那是需要购买新的资料 那咱们看第一位是 应该是在这边 就是 110 这个是第一位 这个第二位 这个是动物 对吧 这个是资料 对吧 行 那咱们看 这一位 这一位是0 他不需要 第0位不需要那个 不需要购买资料 所以 所以你动物编号 假如说第0位是1 对吧 那就没有关系 肯定不需要 类似于这种的 问号问号1 对吧 不需要购买新的资料 其实那这一位是吧 这一位他本来就已经有 对吧 本来就有 对吧 他虽然说这一位是需要 第一位是需要购买资料 他本来就有的话 已经买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那个 这种也可以 对吧 那1可以的话 00也可以 所以这里有四种 Y11 Y10 Y01 Y000 0就代表不需要 0是肯定可以的 现在高位的话 你看高位的话 如果出现的话 他需要购买 第三种资料 对吧 但是这两只动物是不需要 那个购买 购买 这个 这一位的 石榴 因为他们不包含这一位 对吧 那 如果你增加的一次动物购号 最高位 511的话 他就需要购买新的石榴 购买 呃 3号石榴 那所以咱们不能添加新的石榴 所以这个只能是0 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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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他十有四个组 十有四个组 两个已经有了 001 跟010 已经有了 咱们只能增加 这两 对吧 答案就是2 就最高位11的话 他出现在这里 他那个会导致 增加新的石榴 对吧 你就得去买新的石榴 我养这三 养这两 是1号跟2号 我只希望买第四种石榴 对吧 但是如果你让我下一次 比如7号的话 最高 第3位11 我就得去买第3 第3种石榴 对吧 那所以咱们再 规讨一下 刚才这个规律 首先是第1位 如果是 不需要石榴 他这里面没有列出来 0是吧 第0位 如果是1 肯定不需要石榴 当然是0的话 更不需要石榴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可以的 那想着说第2位 如果是需要石榴 但是动物编号 已经包含了 是吧 比如是这个 这个 这个依旧被包含到 1是第1位 那是2号 2号动物里面包含了 这个是吧 所以那个 这1位是不需要再购买新的 已经买了 对吧 那 剩余的 就是第2位 需要石榴 并且 原有的动物没有包含 这个2的话 就是提前在这里 对吧 它是需要新的石榴 但是原有的动物 已经被包含了 这种是需要那个 需要购买石榴 这种就不能选 对吧 行 那接下来 这个分析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 复杂 但是咱们编程的时候 就比较简单 这道题 它的难度是普及 它虽然出现在提高组里面 但是 在提高组里面算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提高组最低的应该就是绿色的 那这道是黄色的 您现在来编辑一下代码 include m m 对吧 m 代表有起调要求 第三种是 饲料总数 那就咱们可以用非的时来表示 第四个 第四个参数是k 表示那个 表示有多少多少位 二进次对吧 咱们mbis来表示 然后接下来 它会输入动物的编号 对吧 动物的编号 咱们就是哪些编号 已经被包含了 咱们用bita 这个应该是什么呢 animal bit 动物就animal 对吧 bita刚开始等于0 4 inter i等于1 i 小于等于n i++ 输入 n是动物 a对吧 然后这边 animal bit 或等于这个a 什么意思呢 咱们以压力2为例 压力2它有1跟2对吧 那这边 或等于应该是 结果animal bit就是3对吧 3的话说明上这个组就做明什么问题呢 嗯 如果是3的话说明 3是长这样 如果是3位就长这样 如果是4位呢4位的话就是长0011对吧 那咱们这里看一下 对明你你那个如果动物的话 如果这里是1对吧 或者这里是1不会引起这两位之不 另一位动物他的编号这两位假如是1的话不会引起 引起那个增加新的资料 假如说一个有1011这是第11号动物对吧 11号动物 那这两个不会引起这个也不会引起 那这个的话 不一定 如果原先他 有个数3的话 那会引起 如果人先没有3就是说 这又不需要购买鲨料就不会引起 行 那animal bit就是把这些动物已经包含的编号 那个给 你放到一个二星之位的数里面对吧 行 接下来 应该跟m有关系 我们的话 行 for int i 等于 1 i 等于 m i 下下对吧 行 那这里是int p 跟q p 应该是表示position 第几位 对吧 p 或者是表示要求要求买第几种 资料 然后这边 这个应该有个叫费的 比特 是等于 1或等于多少呢 咱们先给他定义一下啊 看如果是第第0位的话 应该是1或等于1对吧 第0位对呢 这个1 所以是 1 然后暗杀的 l 左1 第2位 看这里为什么不用左1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数 第几号对吧 这个只是表示第几位 i是第几位 所以所以后才表示对那个数 如果是第2位的话 应该就是就是4对吧 把4加到这个费的比特里面 那他的第1位就是1是吧 今天到这里为什么要 and unsigned lalong呢 因为他底部那个k可以达到 64位 你看这里 k对吧 那这边所以要用 unsigned lalong 咱们改一下 define int unsigned lalong 然后这个把这个改成 int改成signed 请这边 只有雷天龄我先写上来吧 行 然后接下来呢 看他说呢有bis位 是吧 比如说呢有4位 或者说呢有3位 i等于0 如果是4位的话 应该是第0位 第1位 第23位 第2位 第3位 从0到bis bis 仅仅对吧 i加加 看如果是1位 只不需要购买鲜料 不需要购买鲜料 就飞的bit里面 如果是1位为0 对吧 那if 飞的 bit 于是吧 i 这个 1 左1 左1多少位 左1 i位 对吧 看 如果是1位 是吧 就是鲜料的摄意味为0 表示 表示不需要这种鲜料 那你不需要这种鲜料的话 那你那个 如果一次动物编号 摄意味的编号 无论是1还是0 因为 都不需要这种鲜料 那就可以添加兴趣的 对吧 行 那或者后面这个其实就需要这种鲜料 需要这种鲜料 也要看看第2位是否已经被包含了 是否已经被包含了 说明买过了 对吧 那这边 呃 应该是 animal bit 对吧 与 1 url 所以 i位 行这边 看这里两个条件 对吧 这个 表示 不需要第2位的 第2位不需要 购买鲜料 这个表示 第2位需要购买鲜料 但是 那个动物已经 之前的动物 已经包含了这一位 所以呢 已经买过了 对吧 那这个 bis frees bis 就 加加 这个bc c 这边是又加机位 对吧 你这个 如果是bis 位里面的话 有拿鲜位是可以的 行 那最后 cout b u r r 所以bcout 行这里 然后减去 刚才多少减去 这个题目的n 对吧 现在咱们先测一下 然后再考虑 有没有一些坑点 先把大体的方向 测一下啊 编译 没有错是吧 行我 拷贝一下这个 诶 这个5 帽子第一题就出了问题 那第二个压力呢 应该是2 第二个倒是对的 那第一个是错的 第一个应该是2的40分 减去 看2的40分减去3 对吧 这里本来已经3个了 行 那咱们来看 这边减去n 还是 n 子有多少是动物质吧 那就前期n 这 这个看起来没问题 那这里i是到底从1到m吗 它是第 比如说i如果等于0的话 是第05 诶这个应该是从0到 哦这个这个循环没错 那个 位在这里 animal bit 请鱼 但你看不出来那只能断点调试一下 这里 看不出来那只能断点调试一下 刚才没有下断点对吧 停这里 Bits 然后那个 咱们看Animal Bit 1号 2号4号 和其来自7 这个没问题 Feed Bit 感觉有问题 Feed Bit 这个 这里应该是 DP位 对吧 DP位 这个是D0位 D0位跟D2位 D0位跟D2位 那应该是5 所以这个应该是P 不是I I是要来表示有几条的 P才是表示有几位 对吧 实际上没问题 那第二个压力 咱们再测一遍 第二个压力 答案应该是2 那接下来 咱们要考虑特例 看他这个K K是可以等于 K是可以等于64的 对吧 这边 那如果是64位的话 然后那个动物可能已经有了 有这个随便 其实2的64方 2的64方肯定是会超过Unset alone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2的64 这个行一 对吧 Bits四方就就相当于那个Bits两个Bits Bits行一四方加一 行那加上 电简对吧 这个不会超 行这里 就这两个纸跟刚才那个纸差不多 对吧 只不过拆成两部分不会越界 行那这里 然后接下来还有考虑 哎 他是报错 对吧 行这边咱们可以下一个空格 呃 括号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编译 没有问题 对吧 行那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是n等于零 n等于零的话 你这两个数加起来 就是二的六十四四方那么多 那二的六十四方恰巧 恰巧用暗占的暗暗表示补假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直接输出 看这里到这里就可以直接输出if n等于零 并且怎么呢 并且 六十四等于Bits对吧 这个A是多余的 那就Cout二的六十四四方 这个数二是不知道 没关系 咱们可以 查避算器 因为考试的时候是可以用系算器 对吧 二的 在这里对吧 六十四四方 那把这个数 哎 这个数他带逗号 咱们一会 要把逗号去掉 这个差不多是2的六十四四方 按赞的浪浪根本就翻不下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 编译 那如果这N是0对吧 其他两个无所谓 M就是Bits是六十四 这个应该就刚才那个数 对吧 没问题 然后这边咱们准备提交一下 通过了 对吧 这里就要看到 考虑到 K等于六十四五的情景 对吧 那这里 K就是这里的Bits 这里是Bits是那个六十四五 并且N是等于0 它就是所有的动物都 可以添加 因为原先是没有动物对吧 那接下来咱们看这个数量代码就在这里 这第一个条件 表示原件就不包含这种鲜料 原件没有这种鲜料的话 你再 再添加动物 如果动物的这一位编号 第二位编号包含了 是1的话 是吧 那就需要 那也不需要 如果添加新的鲜料 原件就没有 是吧 这个是 这值得是 这一位需要买鲜料 对吧 然后你原件那个已经有了 所以就不会增加 因为原件已经买了 对吧 这两种情况 这那这道题是 它是未应酸的一道比较好的题 行 然后这个要好好思考一下 这道题咱们就讨论到这里啊 那这道题咱们就讨论到这里啊 那这道题咱们就讨论到这里啊